鄧家彪議員 其實這也是行禮如意 因為在1992年的時候 很多當時的立法局議員也好 市民大眾也好 覺得利潤管制計劃是塗具虛名 你告訴他,准你加多少 他的方法就是將固定投資不停增大 大家都明白了 墳墓越大 分子就會越大 所以就不做了 所以就把這個所謂利潤管制計劃 將他雪藏 現在我們再加多些兵 做多十年 以前那樣東西不要 現在就用准他 我准你有多少 當然這是一個更加彈性的方法 亦都可以在不同時候 有一個彈性的 對巴士公司的經營 我們有一個更加好的挑戰 但是我今天所說的是 其實我覺得 無論是利潤管制計劃也好 或者准許利潤管制計劃也好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是專型權的問題 現在我給了專型權的巴士 其實現在 三間巴士公司 尤其是以九巴為主 已經是大到倒塌了 是不是 就是too big to fail 你不要他不行 現在他會說 喂 我現在不做了 如果准許利潤太差的時候 我不做了 你真的要求他做的 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亦都說到 我們每十年也好 過一段時間也好 在本會那裏 將這條冰凍了的屍體 繼續冰它下去 用了新的方法來管制 是有一個問題的 我 我認為 在我們這個整個 有關這個 所謂 公共巴士服務條例的議案 裡面的討論裡面 是不充分的 原因就是我們 沒有考慮到 除了我們將 已經不能夠 是沒有了 即是他不能夠 不經營的一個公共事業 作為一個私營企業是對的呢 其實我們當日 現在大家在說 巴士公司很難做 當然 加士公司 未有地鐵 現在叫港鐵的時候 他們真的是獨家生意 如果我們有幾個年紀的人 經歷過沒有地鐵的時代 巴士 等於巴士 突然間有一區或一半區 或一間車廠不行 真的整個香港塌 尤其是當時大部份人都是坐巴士上班 我們工業的時代 大部份工人都是坐巴士上班 就由之乎我們現在 每一天在金鐘站 我們在金鐘站就很明顯知道 那些白領 含含聲 沒有他們 我們香港是不會動的 但是如果我們 當我們將我們的鐵路 作為一個主導 即是說 當我們第一條的地鐵通車 在1979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過這樣的計劃 就是我們香港用鐵路來搏 其實我們已經在限制巴士的生長 大家都應該記得 就是在鐵路 這個地鐵的初期 任何的巴士都不能夠 那個巴士的路線 是不能夠和地鐵是平衡的 即是說 如果它直走尼敦道 你是沒有一條巴士線 可以就這樣沿著 那條 即是和地下那條線 平衡地走 或者上面走 所以 大家都記得很多的過海巴 或者巴士 就無端端繞入上海街 原因就是條例的規定 我們做了另一個 不能夠跌低的巨人 就是叫做港鐵 即是地鐵 也有一間九鐵的鐵汽車 有兩間的我們 也是這樣拼 我們發生的是什麼 就是說 政府是將 他們培養的鐵路 變了私有化 這個地鐵變港鐵 是由地鐵私有化 然後去吃了那間 由政府全資經營的九鐵 所以我們在整個交通政策裡面 梁國雄議員 這次就是 這個決議案 是很狹窄的 就是有關九八的新的專營拳客 明白的 主席 便利用管制 你不要講到那麼遠 好嗎 也都不需要講那麼多歷史給我們聽 好嗎 明白明白 主席 你真是明講 你聽了出來 我是講歷史 那我不講歷史 因為如果我不講歷史 真的沒有人知道我想講什麼 我的主張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需要十年十年一次 去再做這個 將一條條例永遠 將一個 利用管制計劃 永遠廢除 是無需要這樣做 我們有一個全新的思維 所以其實我是反對這樣做 原因是什麼呢 當我們講的 利用管制計劃之不可行 就是說 我解釋了 不要再講 總之 生意越做越大 做得越差 都沒有所謂 因為你給了一個 硬挖的利潤率 他買了一些車回來不開 或者 那輛車現在好像油雲一樣 大家都知道那些叫殭屍巴士 出了就算數了 那些是一個很大的浪費 尤其是我們路面這麼窄 我們的這個 空氣的質素這麼差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我不贊成這件事 我認為 應該是全 全國香港交通這樣去看的 那個說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要 反過來 所以主席我是有道理 因為我反對 我贊成你也說得對 我希望各位同事 和我一起去反對這個 這個 現場 這個 專型權 不受利潤管制計劃 規限的 政府的議案 我的說法就是 我們的巴士公司 現在 叫救命 雖然現在賺八億 都叫救命 覺得我這麼大的投資 賺八億 其實在市場上 這個理論率很低 其實就不是的 主席做生意都知道 其實賺硬的就不低了 不過我不要計算這件事 他就說 地鐵吃光 吃光的利潤 他很慘 所以他對準許利潤 他都是微言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如果今天不通過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新的機會 去看回整個交通的政策 原因是什麼 就是說 其實正說 民建聯的 劉國昏和他的同事 陳恆斌都說了 喂 你地鐵賺到盆滿撥滿 車務經營又賺 賺到外國和別人管鐵路 賺到去 這個 我們最近說的 起鐵路管理費又可以收錢 即 他根本就是一個 這個 這個 豬籠來的 豬籠入水 不斷湧進去 那我要問的就是 其實我們講的就是 如果你年年這樣去 或者十年十年一次這樣去 跟這個巴士公司談 准許利潤 即是牙痛這樣 就說想不做 你又不能夠令他不做的時候 我的說法就是應該 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鐵路的中環 和巴士的網絡是聯在一起的 應該是由政府去供應的 就不是 好像我們 在過去這樣 將原本是由政府經營的公共事業 即是說 整個 的投資計劃 是以服務 市民為準 那個 價格的適切 是要看到 這個工資 入式的中環的基準 去定價格 這個角度去看 即是說 如果我們主要的鐵路 是 變成公有化 即是政府去運作的時候 我們的巴士 的服務就會迎刃而解 原本是甚麼 就是 既然我們鐵路有這麼多利潤 第一 如果公有了之後 我們鐵路的價格可以減低 第二 如果鐵路和巴士是同一間公司做的時候 主席你可能不明白 我們常常在這裏 在港政府那些 開甚麼新的區的時候 那些居民 常常都嘔嘔聲 說 我要搭鐵路上班的 巴士公司 就沒有輛車來到我村口 載我出去 我做事在那裏 所以我就以為 我的村子那裏 就走去鐵路那裏 但是 就沒有那些所謂 K-Bar 現在 K-Bar就是私捨 巴士公司覺得沒得做 我不會做這些生意 因為太少人 鐵路公司覺得我沒有必要 所以在這點上 我今天發言下來 特地 我明白你的說法 你怎麼說這麼多 我就是要提出一個觀點 就是 與其我們每 十年十年 去跟不同的巴士公司說 喂 我們 給個准許利潤來談 如果你不做還可以談 他們又來遊說我們 我相信 主席也給他們遊說過 九巴尤尤其是很厲害的遊說 其實我們很難做的 議員你幫幫我忙吧 鐵路打到我們很辛苦 我的看法就是 應該將 鐵路 即是說 將 現在港鐵的 二十幾個巴仙的股份 買回來 變成一間 全資擁有的 為香港人做的港鐵 之後 我們就可以逐步去解決我們今天 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一次過跟巴士公司說 如果你這麼難做的 麻煩你賣給香港政府 我幫你接收了它 就無需要 1992年 從現在開始 每次跟九巴士說的時候 我們的議員都 受他們的遊說 很辛苦 我做油價又升 等等 如果我們將他買回來的時候 即是說他所有的資產 都已經變回 是香港的 即是我們 在一個公有的制度的時候 陳恆斌議員和 劉國勳議員說的 月票計劃 季票計劃 專為老人家訂造的 這個老人 終身票計劃 都可以 或者是 主席 我們這裏 我不知道是季庚 我都61 再過五年 可能我們會實現了一件事 就是 不好意思 你是香港人 65歲 全包宴 你去到哪裏都可以坐 這個可能是夢 但這個夢應該發的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的交通 已經是達到一個飽和 而 我們的鐵路的私有 是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個關鍵的位置 處理巴士的問題 主席 九巴士不是說我沒有道理的 我要做一盤 有風險的生意 我要做這個做這個 地鐵就惡了 我如果想改善的時候 有什麼理由找一個賺八億的企業 去負責解決 坐巴士人的問題 即是他都是港人 他可以坐鐵路 無論是用巴士 鐵路也好 或者鐵路 下了站 再用巴士 再回家也好 其實是一盤棋 如果今天我們繼續 普殘手決 就是說 哦 你拿到來了 反正整定隔夜燒賣 一蒸熟去吧 大家吃吧 我就是反對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有全新的思維 在這點上 如果今天我們 是不通過這件事 必然會產生政治危機 一個管理的危機就是怎樣 九巴士不能做 所以 如果九巴士不做的時候 一定是trigger 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就找人做 找人做的時候 一定是鐵路做的 沒有其他人可以做 你想想當年 這個中巴不做 都是成巴做的 成巴是由這個大企業經營的 現在 新巴也是新世界的 九巴就是 另外 其實我們的巴士的股權 已經轉換了很多 就是說 都是變成了大企業 一會兒 我說的是大企業 是非常之大企業的其中一門生意 你說 我們的鐵路 本身應該是我們的 我們可以用它作為一個槓桿 令到鐵路為主導 巴士為輔導 綠色小巴 小巴為更輔導的交通網絡 是搞得更加好的 所以我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 好像很多議員這樣說 就是說 香港人這麼辛苦 譬如他想著 譬如舉例這樣說 主席 工資中位數的一半 工資中位數一半的工人 他用他十分一或者八個巴仙的錢 去買了一張票 就不擔憂他 去上班放工 去休閒的問題 或者他的子女 你給兩個巴仙的子女 去買一張票 他的子女 無論去補習也好 去玩也好 都沒有什麼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福利 來的 亦都是降低 就是令到我們的生活質素上升 降低個別沒有競爭力的廠家的壓力 這個就是 關鍵就是 我們好地地有一個 做生意必定賺 政府投資 政府包底 的企業 他是受 私人市場控制的 是沒有辦法利用他過百億的收益 去幫助一個 一百億 營利 叫救命的 公共事業改善 所以主席 本人僅此陳詞 我是反對 行禮如宜 反對 繼續 凍結那個生效 凍結這個利用管制計劃的生效